你是否曾在口袋中拥有过一百美元呢? 你是否想要知道究竟怎样才能够将这一百美元变为一千美元、一万美元、甚至是十万美元呢? 实在是很可惜啊,学校里是并不会教授这些内容的, 认真的去思索一下,如果他们真的会教授这些,那可真是太好了。 由于相关知识的匮乏,对于大多数刚刚开始进行投资的新手来说, 这看上去确实是相当令人畏惧的。 不过呢,在今天的这个视频当中,我将会把整个过程进行简化呈现, 投资让我成功地成为了百万富翁。 你猜猜我是从什么开始起步的呢? 没错,就是那仅仅一百美元。 说实话,可能一开始还达不到一百美元那么多呢。 我并不是想说致富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 但是通过合理地去承担风险,随着时间慢慢推移, 你的财富是会逐渐增长起来的。 我很清楚每个人对于风险的承受能力都是各不相同的。 所以在今天,我要给你详细讲讲对于新手而言该如何去投资那一百美元。 随着视频内容的逐步推进,风险也将会逐渐增大。 风险等级会从十比九开始。 但一定要记住,随着风险的提升,其潜在的回报也会相应地提高。 我也一定会说到做到。 然后在每个选项上都投入一百美元。 这样你就能够清楚地看到具体应该如何去操作了。 我即将要投资一样东西。 说实话我从来都没有想过自己真的会去这么做。 就在这里了。 当有人问到我该如何用一百美元进行投资时, 我通常都会说,要投资于自我。 你可以通过购买书籍以及提升自身的技能等方式来实现这个目的。 但假设你已经完成了这些。 那么,现在就让我们来谈谈具体有哪些地方是你可以把钱投放进去的。 现在,我是一名商人。 我可不是财务顾问哦。 这些仅仅只是这些年我一直在使用的一些投资方法。 而且它们对我确实起到了作用。 你也完全可以安心地坐下来好好放松。 因为到最后,我并不会向你推销任何东西。 只要记住,倘若你喜欢这个视频, 那就赶快按下点赞按钮吧。 因为这确实非常有助于将这个视频推广给更多的人。 同时如果你想要增加自己的财富, 也可以考虑进行订阅哦。 而第一项投资呢,就是高息储蓄账户。 高息储蓄账户,这属于十分之一的风险等级。 也就是说这是你所能承受的处于最低层级的风险。 在当下这个时代, 确实很难找到有任何储蓄账户能够支付非常可观的利息。 然而,这并不是他能够上榜的最为主要的原因。 当你把钱存入储蓄账户当中的时候, 实际上你就已经开始构建起了我喜欢称之为应激基金的这样一个东西。 我坚定地认为每个人都理应拥有它。 这是当你遭遇意外状况时可以动用的资金, 并且其风险是极低的。 当你手头拥有一定的资金时, 你就能够避免陷入到债务当中, 也不必去支付那些高昂的费用。 我还记得我购置第一套公寓的时候, 大概过了两个月, 我就遭遇了一个小小的问题。 因为热水系统出现了故障, 需要进行更换。 正是由于我拥有应激基金, 所以为我节省了200多美元, 因为我无需去申请那种发薪日贷款。 当你把钱存放在银行的时候, 它是会逐渐地失去其原本的价值的。 所以当我在寻觅最佳的储蓄账户时,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我会着重关注两件事情。 首先,当然是要有良好的利率。 储蓄账户对于高利率的要求在很大程度上 取决于当下的经济形势, 其次就是要具备能够让我可以即刻获取资金的能力。 有一些银行确实是非常值得我们留意的, 并且始终能够保持良好的利率。 比如说IY Bank美国联合银行, 高盛旗下的Marcus以及花旗银行。 我目前就在高盛的Marcus开设了账户。 他们的利率是0.7%, 虽然不算高, 但在目前来说是最佳的选择了。 好了,就这么简单。 100美元已经成功存入了我的储蓄账户。 接下来要说的是黄金。 黄金通常被人们称为避风港。 我给这个风险等级打出了两分, 满分十分。 你知道吗? 自从1913年美联储成立以来, 美元已经贬值了高达95%呢。 所以实际上仅仅只剩下了5%它原本所具有的购买力。 因此, 如果你想要让你的钱不再继续贬值, 那么或许黄金是比较适合你的选择。 如果你在2000年的时候拥有100美元的金块, 那么到如今它的价值大约会是580美元。 这块黄金的大小并没有发生任何改变, 它依旧还是那块金属。 但是真正发生改变的是你的美元的价值 以及你能够用它来购买多少黄金。 黄金实际上是我们最初的货币, 是我们的祖先曾经使用过的。 我还清晰地记得那些过去的日子, 它是完美的, 因为它是无法被制造出来的, 它能够持续存在成千上万年。 如果你看过电视上的那种淘金热节目, 你就会知道要从地底下开采出这些东西是有多么的困难。 此刻你可能会想, 既然它这么安全, 那我为什么还要给它打两分, 满分十分呢? 这所有的一切都要归结于机会成本。 你需要问问自己, 自己是否真的想要让自己的一百美元免受通货膨胀的影响, 还是说你想要投资于其他的机遇, 从而让它能够增长得更为迅速。 倘若您选择投资黄金, 那么你就会错失在这些潜在利润方面的机会。 这显然是存在一定风险性的。 我会认为这并不是一项完美的投资。 期��려对象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